你好 正经揭露 出交日是1月26日 那江志愚你先说话 大家好 我是江志愚 好像上一集的时候是12月底做的 不知不觉是一个月了 变了月刊 本来的双周刊变成月刊 当然是很飘忽 没办法 连美流流 大家都一片混乱 江志愚 最近 2019年我们之前说到 死人塌楼 通缩 2019年通少 当然 在股票的角度去说 当然2019年其实 指数是这样升的 你怎样看呢? 我就觉得这件事就是 来到这里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周围都充满了危机 但是也都为大家 有能力的朋友 带来很多机会的 其实 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在这里 叫大家 什么都不好做 其实 我相信 这一个月来 有能力的朋友 他已经 出了粮了 基本上 你想想是不是 如果12月底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 能够沽美股的 平安夜找数 其实平安夜的时候 那段时间就很明显了 因为美股实在是 跌得太夸张了 那你超买得这么紧要 那作为一个沽空者 就当然是 吃的了 那接着 你还有黄金呢 你还有油呢 那 有些 沽完美股 反手买回美股上去 也可以的 是不是 那港股也是 所以其实这一个月的机会 但是这些不是给 一般小投资者做的 你真是 有这样的炒加细胞的那些 你是 你是有机会的 所以凡事都是 能力而为 知道自己什么新端 就做什么 如果是看不实的 这样就不如吃上正宅大餐 或者去旅行 会比较开心一点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市来到这里 其实去到一个 在古市来讲 我相信认为很多市场都有一样 是到一个 生死决斗的时候 究竟是牛还是牛呢 最终是上还是下很多东西 包括香港股票、美国股票、黄金、外币 去到临界面 现在是很淡进行一个生死撇斗的时候 会相当精彩 但一起坐边就没意思了 真的挺大件事 前辈说短期的走势和基本因素没有关系 是资金的问题 我想第一件事最重要是搞清楚 现在究竟经济是上还是下 那个银筋究竟是在松定 还是好像中间那样 特朗普现在威吓到鲍威尔 他可以停止加息 甚至上停了QE 甚至减息 外面有人敢说 究竟的方向是怎么办 一定会搞清楚 那些大陆那个贸易贸易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影响到经济呢 是不是中国的经济究竟是在收缩 还是在扩张呢 这些都是要搞清楚 要不然方向都不知道 吹哪边风为主 怎样在海上面航行呢 就是玩不不转 那分清楚的时候 你再处理短期走势就容易一些了 不然你真是严重了 知道不知怎样好 那我们先看看 第一件事先 那经济的方向是怎样的 有很多人开口说的 但是我觉得值得看一下 坊间很多评论都说过 我都不要介意我在这儿沉气了 再看多次李嘉诚在说什么 因为他都是一个九十岁的人 我很尊重这些长者 基本上 这次他说什么 苹果有少少记载 最好听原著 究竟李嘉诚说什么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麻烦了 何志光拿苹果那段出来 那我就不是很适合播片的 因为变成偷片 李嘉诚预警 港流波动较厉害 全球经济低增长 那我读完标题就算了 那我想问江志愚 那这篇文里面的内容 你可不可以简略说一说 我想重点有几样的 因为李嘉诚这个人 那么显客 那么重要 有那么多资产 那说话就不一样 我和何志光这么说的 是不是 那我说的很简单 就是你会发觉 其实李嘉诚就 这个访问里面 没有直接回答很多问题 但是呢 有些问题 没有直接回答 和以前的答法不同 其实大家真的要留意 很快地说 记者问他今年香港的经济 会不会令他担心 根据《苹果》就这么说 那么多年来在香港 在香港 1940年就在了 那么多年来都是这样 即是年呢 即是没有说好 但也没有说不好 但是由1940年的香港 到现在 几去风浪 说真的 我想李嘉诚和自己 都经过很多不同的风浪 如果是这样 即是有风浪 没有自己答 没有说好 其实是怎么看今年经济 那么李嘉诚就说了 今天经济一般来说 都很复杂 大家要小心 那就是 复杂了 大家要小心 那么复杂 不明朗 那不是要小心 就是有附 好了 这个精彩了 记者问他香港流价 李嘉诚说 我一向的中指 和应该 尽我心 说实话 这个很重要 和应该 尽我心说实话 这是李嘉诚说的 量力而为 例如香港的朋友 香港人的 买来自己住 分其父父 没问题 那你应该是要买的 因为买来住 千万不要买来炒 因为波动力害益 他叫你有能力 就去买楼 刚刚公布出来 现在香港人是二十多年 不能住家庭 才能买一到楼 七八万的楼 七八万的楼 也是普普通通的 那么 那有什么人能量力为人 买楼呢 是不是 就是很明顯大部份人都不應該買的 他意思就是你投資真的不要買樓 他講明你用來自住就買 你有錢有能力就買 但你真的投資就不要做 其實他講的也挺值得的 不是的 應該是這樣 你有能力的 你沒有能力也不要買來住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 是吧 量力而為 他說應該盡我心說實話 這句話很厲害的 蘋果也這麼說 是不是 那你不是計算 就是為了見到你的朋友 五六萬元兩夫妻 五六萬元人工兩夫妻 走去買樓也好 都覺得很重要 就算有些朋友說想一下政府的居屋 因為他的入息上限五萬多 但其實數字也很難計算的 所以什麼人都在買樓 買樓真的有點招頭 除非你問家人 拿五成的首期出來 這樣就算是可以的 如果不是的話都不太容易計算 好啦 記者問他香港樓價的趨勢 那你現在成立就可以了 樓價按照經濟就是差的 整個世界 我想今年 過去很多年來 CDP全世界來講 幾乎各個國家都面對低通脹 低增長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通熟 那他沒有說樓價趨勢 不過他說經濟 經濟是低增長嘛 低增長嘛 PE高沒有增長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問他股票是怎樣 他不說聲令跌 低增長 高PE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沒有直接說話 不過大家認識 這個經濟的常識 就是經濟的常識 那你就會想到 OK 那接著呢 我想我們最關心的是 香港樓價那些 下面他有講過 記者問他這個特首說 明日大月計劃 要填海嘛 他都差不多不回答 我沒有法子做件事來講 不如置評吧 記者問今年市道 有沒有機會買多些香港地 李嘉誠就很威了 他叫他的記者問Victor 就是Victor說的這些 對不對 所以這裡已經講了一個方向了 其實大體經濟的情況 相當複雜 很難搞 那我又選另外一篇 來大家看看 因為現在很多人在催 最近說 喂 中央放水 正確放水 那特朗普又想 搞定巴威爾 可以不用加息 可以怎樣減息 可以QE 停了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 麻煩 何時光 拿這個 張一鳴的編來看看 先 那我讀一下標題 編文是1月20號 叫明鏡高原 再印錢難推動消費 再印錢難推動消費 張一鳴 那編文的標題是這樣 裡面的內容 都要江智瑜 幫我們轉述 我盡量簡單地說一下 張一鳴的意思 根據我所看的了解 即是說 如果我本身 是一個線都沒有的 你借一千萬給我 那我就會賺很多錢 我去買很多東西 去做多東西 這個情況 就是08年到現在的情況 如果我本身欠債一千萬 有沒有能力償還 如果你再借一二百萬給我 有沒有用呢 其實沒什麼用的 現在的道理就是這樣 要是 你能夠勁到 在印銀只是比上次厲害的 即是你十年前借一千萬給我 你今天可以借二千萬給我 那我就有用了 經常有人說 中央要出一個六萬億 就要比上次四萬億多 上次是09年 溫家寶出四萬億 這次就要出得更大 但是我收不到有這個動作 我不覺得習近平肯抄溫家寶出的動作 他不是這樣 還有你看到 當年08年之後 那些國內同胞 就一貨櫃 一堆一堆的錢拿下來 現金買東西 買樓又買什麼 總之09年大約開始是這樣 現在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沒有 還有你看到 股票市場裏面 很多 莊家都好像 嘔嘔嘔嘔 那樣 很多世界股在這裏爆 是不是 因為 七八成 現在是缺水的現象 你猜 那些莊家他們想的嗎 我覺得他們忍不住 那些貨就自己拿著 是不是 派又派不到 然後按了給銀行 按了給證券行 頂不了的時候 就想 這是缺水的現象 不像 還有 還有 一個月前 你會看到很多股票是七年新低 那當然 現在打了二、三千點 這樣 很大回來 多一點 其實距離的低位 不是很遠 所以 換過來說 如果是有錢的 就 不是這樣的現象 那 還有 那 我不知道 何梓江有沒有話說 特朗普能不能夠 影響這麼厲害 能夠影響爆威爾 這個問題 他有沒有能力和權力 就是 我知道 1979年 聯儲局 有一個主席 中途落馬 這個 我也查不清楚 歷史 因為 他是1979年 由聯儲局 轉了去做財長 可惠人兄 然後 轉了另一個人物 叫 Paul Fulker Paul Fulker 在1979年開始 美國就不斷加息 美元進入一個 極強的周期 一個歷史上很重要的 聯儲局主席 美元本來 大家看到他變成屎餅 在可惹人之後 換上新人上場 美元不斷加息 開始出現 強弱美元 屠殺全世界 這一招 第一轉就是 由 Vulker開始 玩 即是 玩球美元 殺到那些 拉丁美洲國家 一招一招 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歷史場景 出現過 而 之後 那麼久 那個人 到時間 连任 或者是 新上場 也好 多數都動不了 總統 我覺得 很難去移動 那個人 我覺得 美國的歷史現象 很難去移動 聯儲局主席 很難去移動 因為 更大的勢力 是撐住他 基本上 撐住聯儲局主席 我看不到華爾街 既然跟特朗普合作 給了鮑威爾 上去 特朗普是真的有能力去移動 聯儲局 那我就覺得 特朗普真的不是史上那麼厲害 他可以的就搞得到民主黨 是不是 是 就是 我覺得 可以看高了特朗普 換句話來說 其實 當然 特朗普的打手當然要看高特朗普 是不是 就是 換句話來說 其實 何志光你也是相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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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現在其實 在美國都是七個那麼短的 七後短 在美國 自己 都是 跟民主黨的關係 都是在 在爭戰 基本上 所以 所以 其實是否有能力去 去影響這個加息呢 加不加息 這件事 其實應該不會 如果是這樣 應該會繼續 加息 和 QE會繼續做 如果是這樣 就傾向我們相信是這樣 當然 一切就要繼續觀察 OK 看看 出來的 例如 聯儲局主席的 會議紀錄 各方面的資料 那些股 應該影響不到 那 那 那 現在的股市 各方向 第一件事 要我們知道 那些長遠的基礎是什麼 由於 加成所說的 就是 比較悲觀些 比較複雜 從 張一鳴的分析來講 你 就算 你再遮多些 放多些 都未必有用 其實 何志光說的 不會的 特朗普沒有這個能力 去影響加息減息 那些事情 如果是這樣 這些問題未解決的話 這次的上升 就未必是一次牛市 開始 未必是 可能是一次反彈 我就覺得 一件事很有趣 是的 那 大概兩個星期前 我就 跟我的朋友說 我說 你們如果做淡的 你真的要小心 那 我看到什麼這樣說 就是麻煩 何志光 應該是牛熊症的圖 來看看 那畫面 看到那個牛熊症的了 沒錯 上面就是 韓症 下面就是 牛熊症 那 哇 一幅這樣的圖 在這裡 我就真的 不敢走去咕嚎它 那最主要原因 就是 這兩個星期 它那個韓症 是很多 大家看到 是多過牛症 一般來說 應該是牛症 多過 可能牛症6 韓症4 這些正常比率 現在是 韓症接近6 牛症接近4 今天 產上27,5 那 就是 你現在看見 那些牛症 真的殺了很多 OK 今晚行申指數 現在是星人的 我知道 其實 這次 上來 比較大機會 就是 那個牆 那裡實際 是太多 平民百姓 去看淡 所以 就 指數 上來 除了這裡 之外 有其他的 資料看 都是 看淡的人 都是多 OK 所以 講講 這算特別 各位網友 你留意這個圖 就是 上面 那些 散戶在 27,000 大約 88至98點 都還是多少 的 紅症持貨 那如果 大戶想殺到 那個位 那是不是 要 升 27,900 甚至上到 28,000 如果他要殺掉這堆紅症 去過農曆年 的話 其實這件事 這件事 是很鬼的 是 這件事 是很鬼的 因為 一支半支 很大數量 可以是 一些 大戶 在上面做 但是 這一幅 就比較少機會 我覺得 因為 你見到它是散佈在不同的位置 這樣的話 那數量 真的有一定的數量 都幾多 大佬 那 完成之後 如果上面只剩一支 然後牛紅 就比較 對 比較平均 那 又不能用這張東西 就說 會繼續夾瘡 不能夠 這張東西就開始 但是 明天回來 你會看到 還有一大堆 說那些人 殺人都還在 那裡 對 如果 一支半支 很長的 很多 紅症 不能夠作產 但是 如果 現在 分散了 還有 數量 真的 有一定數量 就很大機會 就是 外坊間的人 看一看 那 今晚 上去殺完之後 還有機會 明天回來 那些 散戶如果 心不死 繼續看淡 繼續向上鋪的話 我擔心 這隻牛 那個股市 沒有那麼快 死掉 一路多些 那 看圖有沒有可能 做這件事 有的 有可能的 好 那就留下一次說 好 一會見